这是我们山东的第一辆贝纳利的TRK702X 其实说这个车 咱从侧面看完全就和502X是一样 对吧 然后你从正面看 确实是有销750的那个影子 这款车 车主行已经骑了200多公里了 据说这个油耗还不错 这个咱给天单独借出来 具体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油耗 今天说说这个车呢 它的一些给我看出来的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说你像它的这个箱子 和我那个502其实是通用的 也是成为了贴牌的这么一个箱子 但是大家仔细看从后边 它同样也是用了那个 贝纳利的那个相牌的那个轮胎 相牌的那个轮胎之后 你看它这里是不是少了那么一块厚挡泥板 对吧 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 什么设计的 肯定有小伙伴知道 另外一点 它这个装了旗子之后看不出来 大家仔细看哈 这个 这里特别高 是不是有一种不和谐的感觉 这个大家看肖750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这一块 肖750的整个架子会往下一块 所以说这款车相对来说 更偏向于是跑那种所谓的飞铺装的线路 因为本身嘛 它的这个车身整体的重量也轻了一些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220公斤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220公斤的话 那它跑飞铺装会更好一些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让人挺羡慕的 那就是它的这个布雷伯的卡钱 我记得肖750也是布雷伯的卡钱 包括肖500也是布雷伯的卡钱 但是如果说是那个 贝纳利的502X 依然还是用的吸护的刹车 刚才试了一下哈 在手感方面 这个布雷伯的这个手感 确实是要更舒服一些 改天吧 咱专门把这台车借出来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 小洒哥的哈 把它仔细和502做一下对比 其实我对这台车啊 你要说让我去评价它嘛 我可能会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毕竟这款车的定价 比我的502X 只是大概多了个四五千块钱 四五千块钱 有朋友们说了 502和702该怎么选呢 702配置上确实绝对高了 包括它的后边的这个 坐垫的这个加热 这个是502上没有的 但是咱现在担心的 它的是 它的这个发动机具体的油耗 会是多少 因为我用502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是特别省油 我702大概是接近六个油 那它的这个百公里油耗 会不会变成 接近七个 甚至更多呢 可能有朋友说了 如果按照 车身整体重量来算的话 那702的油耗 应该不会特别大 但是 用户现在太少 具有发言权的用户更少 所以说改天 咱专门试一下 最后还用听声音吗 这个虽然外观和销750一样 但是这个发动机启动之后的那个声音 绝对不会像销750那么 就像一个炒 所谓的炒沙子的声音 这个不会的 这个那次咱上市发布的时候 咱专门听过这个声音 有朋友说这个声音不好听 不好听 那分和谁比 我觉得和我的那个 502X相比较起的话 这个车的声音就不是那么好听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总之吧 五千雷块钱 你要让我现在再去选 我还肯定 选哪个你们知道了 反正我不换这个 你们愿换的话 我今年光购置税奉献了 一W了 肯定有朋友说了 你是不是该换702了 不换了 其实在巴黎车展 去年的巴黎车展 贝纳利发布了一款TRK800 那个更强一些 因为销 销呢 因为TRK702 你现在看上去 虽然价格上很合适 但大家伙想一下 这款车还是没有什么电控 对吧 咱也不说什么电子油门啊 定速巡航啊 反正你跟电控搭边的 只有ABS TCS都没有 所以说你现在花五万多块钱 用它 有朋友说了 我要用它和春风的800MT相比较 但是大家伙想一下 800MT虽然很不稳定 但是就是它不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 就是它某些电控方面不是特别稳定 但是TRK702没有啊 所以说我更盼望的是 如果说有一天TRK800过来之后 至少增加上什么电子油门啊 定速巡航啊 双向快排啊 把这些都加上 那才是真正能够所谓的把贝纳利走向国际市场 走高端的那么一款车 对于我来觉得吗 我说你说这个价格现在没有必要打价格战了 咱更希望的是你的配置要高一些 而不单单是所谓的动力变强 我说这个有点这个吃不着葡萄 说葡萄酸的这个感觉哈 改天吧 咱专门把这个车和我的502试一下 现在车主跑了200多公里了 200多公里其实还是没法具体的谈油耗 我说这种感觉是什么